那个主持人小燕 他叫郑英念 中央三台 这个太早了小燕跟我讲 当时我去绿岛 2011年13赛 我们都住在绿岛 这个小燕就去绿岛开房 就是他跟我讲 他当时他认识李铁 也认识吴成英 他更喜欢吴成英 他告诉我当时去 是去找吴成英去了 但是没想到 他刚进酒店大堂 刚办完 入住手去 李铁现在下来了 这个孙子跟我讲 当时没办法 我只能跟他说 李铁我给你个惊喜 没告诉你 我来我要来 其实这个孙子 这小燕已经告诉了吴成英 他要来 他在这儿没告诉李铁 他是来找吴成英的 但是他就告诉我 你看我多有那个 我把这俩人都叫我 方便里来 陪我打破事 打超参加 然后最后也跟我讲 就是你别看李铁 这个所谓的12分能跑 没想到 在场上不行 三两分钟就完蛋了 这都是这现意 我讲的这个郑英念 每一句话 你都说他跟我讲的 不是我说的 李铁你也别说我坏东 你去问小燕去 对吧 你就想一想 是吧 我能不说八道吗 有笑而不易对 没讲细节